這貓有貓到 狗有狗到 吃間汪物本該盡為分明 正常來說 植物就應該乖乖的依靠光河作用不愁磁磚 難怪就有這麼一小撮累累的存在 卻開始逆天改命 不是動物起來 這到底是為什麼? 大家好 我是王奧奇 說起吃肉的植物 最著名的就是捕蟻草了 這是一種原產於北美洲的草本植物 它的捕蟲器官呈甲子磚 木端有樹根尺寸凸起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沾大了嘴的生物 非常的引人觸目 是電影裡食人花的原型 也是卻受大眾關注、傲奇的植物 現如今在晚上賣這個植物的事相當多 而且賣的很火 不過食肉植物並不是只有這麼一種 目前以色勒可分為六大顆 擁有六百多種 什麼豬籠草、毛糕菜、瓶子草 這是其中之一 那麼這些植物為什麼會選擇吃肉呢? 因為它們多是生長在高山、濕地 或者沼澤等土地非常貧瘠的地方 它們吃肉完全是環境逼出來的重口味 植物對淡樹的需求是不可替代的營養物質 可是由於濕地的水 會很快將土蘭裡的養分給帶走 土蘭裡蕩和淋的含量都非常低 難以維持生命 所謂全摺濕變 這些植物也一樣 它們以各自的方式 不約而同地把食譜描走的動物 撲嬰草用甲子迅速夾出蒼蠅 豬蘭草則是用蜂蜜的蜜汁 營用昆蟲接入籠子 因而來說 它們都不是在吃肉 而是吸收生物屍體裡的養分 通過設置的陷阱把生物捕捉到後 會蜂蜜出消化液來慢慢吸收養分 不過也有些植物是不蒼蠅消化的 它們捕捉成功後 只會等待生物的腐浪 腐浪後屍體的分解 能為它們的生產提供好處 但是也因為吃蜂 這些植物普遍生長繁茫體現不大 因為沒有足夠的葉子來進行光合作用 畢竟依靠狩獵來填飽肚子 拿著抬頭曬太陽來的聾養 但是在1920年 卡爾里奇博士就在美國週報上 寫了一篇關於食人樹的報導 他聲稱 1878年在瑪達加斯加遇到了一棵巨大的樹 吃掉了一名土著女子 1971年 南美科考隊前往瑪達加斯加考察指示 她們在傳聞有食人樹的地區進行廣泛的搜索 卻沒有任何發現 最後有科學家陸續指出 此次為編造的故事 我也感覺此次扯淡的可能性巨大 不知道你是怎麼認為的呢 本期就到這裡 我們下期見